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光線從坐標平面上2.6 發射出去 有鏡面,這是鏡面 上個A點 完全反射以後 經過7.4 他要求這個A點坐標多少 那你這樣射過來,射到鏡子以後反射 要滿足反射定力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要怎麼滿足反射定力呢? 就是說 你把這個點他的像 因為這是鏡子 他的像走出來 他的像與這個點 他是對稱以內的走 所以這一點如果2.6的話 他的像就在這裡 這個是P'點 這是2-6 然後你把這兩點連起來 點起來以後的話,求到這個焦點 這個焦點就是我們要的 因為這個焦點他會滿足什麼呢? 滿足入射角等的反射角 為什麼? 光這樣射過來 打到A點以後的話反射 他會滿足反射定力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全等 為什麼? 因為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這共邊 這直角也是直角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全 對應角一樣 所以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因為這兩個角是對頂角 所以這個角 跟這角一樣 跟這角一樣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那這兩個角一樣的話 我現在做垂線 這是90度 90度減掉這個角度 是等於這個角度 這個90度減掉這個角度 也等於這個角度 因為這兩個角度相等 所以這兩個角度相等 所以滿足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所以這一點就是我們求的 那現在我們要把它求出來 這一點是在這一條直線上 而且它是跟X的交點 我們把這條直線找出來 我們用2.4找出來 2.4就是Y 加上6 等於這斜率 斜率是4-6是10 除以7-2是5 乘以多少? X-2 X-2 這個就是這條直線 那現在這一點 它Y座標是0 你就把0帶進去 Y座標等於0 就可以求出X座標來 5152得10 21223得6 那2移過去 所以就曉得 X座標等於多少? X座標等於5 所以這點X座標是5 A0 所以答案是150 問題十分 325